親愛的弟兄,我是志成 在這集錄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來研讀的是正文24章第四節 特殊性與無罪性的不同 經過前面三節的講解,如果你有把課文真的讀進去的話 應該就可以領收到這課的標題在講些什麼 特殊性跟無罪性一定是截然相反的 因為特殊性一定要透過定罪,給別人定罪來凸顯他自己 不過你要注意,他的這個嘗試其實是一定會失敗的 因為心靈是議題的,所以當你給別人定罪的時候 最終還是會定罪到自己,最終還是會攻擊到自己 這個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說這個努力是絕對不可能成功的 表面上好像我們可以去定罪別人,來凸顯自己 但最終傷害到的還是我們自己 第一段他說,所謂的特殊性就是除了自己之外 不信任任何一個人 因為第三句寫的 別的人都是你的對頭 你必須要嚴加防範、事實反擊、防衛或者攻擊 因為他們對你都有致命的威脅 這個致命的威脅不是只是指你的肉身 而還是指你的特殊性 就是說他們會威脅到你的特殊性 這個是比這個肉身的死亡更不能忍受的事情 所以不能不自治於死地 那這個自治於死地呢 其實更多的不是去把對方的肉體弄死 而是說把他們的特殊性給弄死 然後最好是把他們打到趴下去 永遠起不來 譬如說在古羅馬歷史上面就有所謂的步逆戰爭 就這個羅馬跟加太基 那麼羅馬打得很辛苦 但是他打贏之後呢 他不只是要打贏 他甚至要把加太基 把他揍到趴下去 永遠都起 再也起不來為止 才不會構成他的威脅 要不然他敗部復活怎麼辦 那我們在中國歷史上面也有 就是這個春秋戰國時代 這個秦跟趙之間的這個戰爭 那麼趙國被打敗之後 也被坑殺了幾十萬人 好 那麼中間呢 他說面對生死關頭 他不能不大開殺戒 否則小命難保 畢竟小國會說嘛 畢竟這是一個弱肉強食世界 所以必須要先下手為強 後下手遭殃 必須得如此 就為他的攻擊呢 找尋了各式各樣的藉口 好 那下面的第二段呢 他說除了特殊性之外 身體還有什麼目的可言呢 其實身體就是最好的 去展現特殊性的工具 不管是特殊的愛 或者特殊的恨 你把這些東西都投射給身體 身體既能夠成為你的特殊的愛 也可以成為你的特殊的恨 它也能夠幫助你去抓取特殊的愛 或者去攻擊特殊的恨 好 那下面第五句呢 他說身體本身是沒有目的可言的 目的是屬於心靈的層次 所以身體只是一個木偶 那麼心靈是在玩那個木偶的背後的那個老人 那所以身體完全是由心靈去指使的 那麼身體本身是中性的 那麼心靈可以改變他的目的 但是他無法改變自己的真相 以及生命的本質 這是不可能改變的 好 那下面第三段呢 他說只有你才能夠傷害得了你自己 好 就是我們前面那一章的標題 與己為敵 好 其實看起來好像都在與外面的人為敵 但其實是在與己為敵 好 那看起來好像是你對外面的人恨之入骨 在攻擊他 對他有很多定罪 其實是因為你對你自己有許多的定罪 好 所以你會發現 當你這種受害清潔 然後對別人的定罪越多的時候 其實你自己的整個生命狀態也會越糟 好 心靈是一個 好 所以你只能傷害到自己 好 那你會療癒的 你會拯救的 也是你自己 那麼中間呢 他說攻擊的意圖藏在心靈之中 你也只會在心靈中承受他的苦果 都在心靈之中 好 跟身體都無關 心靈既然沒有界限 那麼謀殺的意圖 必會直接傷及一體的心靈 這句話短短的 但是非常清晰 心靈是沒有界限的 因為心靈之間是完全互通的 應該沒有之間 其實就只有一個心靈 所以你有任何的意圖都會直接影響到一體的心靈 因為也只有一個心靈 好 那下面第十二句呢 他說請問這些幻象究竟帶給你什麼好處 好 那這個是我們要常常反問自己 好 就是我們得到了一些小五的禮物 無非就是由特殊性構成的禮物 那麼到底帶給我們什麼好處 那寧可扣下天父要求的禮物不給 卻限到特殊性的手中 就是說你對特殊性的這個信任 你寧願跟隨小五 他到底給了你什麼好處 好 那也把你去抓取特殊性的這個代價呢 也把它列出來看一看 好 那如果你真的去扪心自問的話 可能會看到 就是他在最後一句所寫的 他說你為特殊性所投下的資金 好 就是你投資的特殊性 但是現在呢 你瀕臨破產的邊緣 而且難空如席 而且任何小小都能夠侵入進來 好 來搶你的東西 特殊性永遠都是不安全的 好 那下面第四段呢 他說我先前說過 你不用操心如何得救 如何達到目標 這些聖靈都會幫你 而且他一定會幫你 因為那是他存在的任務 好 那麼他說 但是你確實應當誠實地自行 你真的願意視弟兄為無罪嗎 這是我們唯一要問自己的問題 好 不要忙著去問自己 說那我怎麼樣能夠無罪啊 我怎麼樣能夠得救啊 這些都不重要 而是你有沒有下定決心要得救呢 好 那麼他說 對特殊性而言 答覆必然是否 因為我如果視弟兄為無罪了 那我有什麼特殊性 我就沒有任何特殊性了 好 那下面第五段呢 第二句開始 他說在這個沒有意義的無常世界裡 只有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 你如果感受不到徹底的平安 你如果可能遭受任何痛苦 就表示你的眼睛仍然盯著弟兄的某些罪 而且高興看到你認為的罪果然存在 那麼他說你的特殊性因著弟兄的罪而更加穩固 好 這邊也是短短的一句 但是寫得非常的清楚 那麼它是一條很重要的線索 可以把特殊性還有罪 把特殊性還有整個小我 把它串聯起來 好 你可以看到 特殊性因著弟兄的罪變更加穩固 所以它是一體之兩面 沒有罪就沒有特殊性 好 那麼他說 你就這樣拯救了你指派給自己的救主 卻釘死了上主吃你的救主 好 那上主吃你的救主 就是指你的弟兄 好 那麼你指派給自己的救主 應該就是指小我吧 好 那麼他說 你和他的命運休憩相關 也就是弟兄的命運休憩相關 好 那原因前面那句有寫到 某一段某一句 講到這個心靈是一體的 他說因為你們是同一生命 好 所以在一體性的眼光之下 再重新做一個選擇吧 好 那這個是我們今天所分享的 二十四章第四節 不很長 但依然重要 那也希望今天的分享 對你的學習有所幫助 就算囉 今天跟朋友跟朋友看